整齊的步伐 华丽的操腔 一对为新北眷村文化节 揭开序幕 眷村妈妈上菜秀 是本活动的一大亮点 运用简单的食材 妈妈们做出蜜糖莲藕 辣椒香肉多样特色佳肴 让民众品尝眷村滋味 虽然是广东人 但是我还是吃辣 所以我对今天我介绍的 辣椒香肉 就有看到这道菜 我就很愿意去做 除了美食饗宴 现场的军服cosplay走秀 更将时光倒流 带领民众重回 民国4050年代的眷村光景 因为我们就是用穿军服的方式 跟这个三重空军一村 来做一个对应 把当时眷村平常的生活的 这个点点滴滴给记录下来 我们今天穿的全部一些 是一些老式的军装 然后来衬托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空军三重一村建于1954年 在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历史实施后 面临拆迁命运 经居民多年争取 政府决议将空军三重一村全村保留 并整建为五花园区 预计将于后年1月正式完工 这边其实它是 算是最多类型的 甲乙丙丁四种几乎都有的 一个眷村 那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让这些村子里面的一些空间可以释放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说 诶 眷村里面的房子长什么样子 就是眷村可以 这些历史文物可以保留下 然后这些都是一个古迹 可以给我们的下一代或是下下一代 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历史的变迁的过程 它就每次一出来就喊 新北眷村文化节移居办第七年 眷村承载着上一代的共同回忆 建制历史变迁 期盼未来文化园区落成后 让更多人一同体验眷村文化 记者吴谦 杨彩玲 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